说好的儿子随妈呢?盘点娱乐圈中长得一模一样的父子。 大家经常说女儿会长得比较像爸爸,儿子长得像妈妈,这是为什么呢? 据说,男孩的性长色体为5,其中的X染色体是来自妈妈,Y染色体来自爸爸,由于Y染色体含的基因很少,所以儿子像妈妈,女性的性长色体为XX,其中一条X染色体来自父亲,另一条来自母亲,来自母亲的那条X染色体往往被来自父亲的那条X染色体所掩盖。 这就是女儿像爸爸的原因。 当然,遗传的原因很复杂,但是生活中一般都是男孩长得像妈妈,女孩长得像爸爸,但是特例也不少,比较小边家的娃,每次领出去,都说,简直就是个翻版的爸爸。 娱乐圈中也不少男孩像爸的,小边今天来盘点一下。 房祖名 成龙 无关一模一样,就当看着大鼻子,就是亲爷俩啊。 王子艺 威子 王子艺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新二代,但是小边看过他的几部电影,其中有一部叫汉山。 王子艺,王子艺在里面饰演了一个在封闭山区里思想相对开明的年轻人,小边觉得这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演技派呢。 像华强 像华强 像华强的儿子像左,脸型,发型一模一样。 像华强 梁天儿子 梁天儿子和梁天。换个发型,摘了眼镜,妥妥的小梁天啊。 李玉 李玉 李玉有点少年老成啊,不过可能过二十年还是这样。 赵本山儿子和赵本山,左边就是小板的赵本山。 陈佩斯一家,这个厉害了,祖孙三代都成一样。 小小春 陈小春 陈小春 只能说陈小春的基因太强大。 杨乐 杨丽心 小编之前看《大丈夫》,被李玉虽然贫嘴但是深情的赵康圈粉,这也是一个演技派的新二代。 虽然跟父亲杨丽心很像,但是更时尚更有范儿。 张柏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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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柏宇也是一名演员,是张峰宇与前妻吕丽萍所生,鼻子里下跟张峰宇一模一样。 张柏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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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柏宇